超级炸弹人作为出场率最高的超级兵 自从上一次炸弹人整国成功后 就一直开始在挑战使用纯超炸 但是炸弹人中使用了超法超功前夕 很多观众并不是很买账 所以这一次挑战并没有使用超法超功前夕 所以说这次挑战难度属实过高 其难点就在于如何让死亡的伤害比拉到最大 以及在最有效的时间内 清完场上的所有建筑 这些素材也是录了一遍又一遍 删了一个又一个 大概加起来有300多场吧 还希望大家能多多投币支持 接下来欢迎收看四王打全部系列 首先还是要讲一下英雄装备 这里选择的勇王是带狂暴石 女王带的是召唤天使 这样可以提高最高的伤害和最强的续航能力 再来欢迎讨论 一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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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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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